第27拜 一心观礼 法王长子 七佛之师 圣庙吉祥 无垢大圣 愿共众生 同生极乐 细心一佛 专称名号 急于念中 得见弥陀 一行三昧 大智鸿参 文殊师利菩萨 拿摩阿弥陀佛 一心观礼 法王长子 过去的习惯呢 国王是立长子 法王长子 就是说 这个 是要 祭法王 为的吗 而且是 七佛之师啊 文书 虽然现在 是菩萨 文书 是 文书的 弟子啊 文书菩萨 名号中 圣庙吉祥啊 无垢大圣啊 这个名就代表 他的德 有的只把它翻成 庙吉祥 圣庙 是更殊胜的庙啊 这个名字 就更全呢 这样大的智慧 这是最吉祥 最妙了 殊胜的妙啊 所以是 圣庙吉祥 你这个 开明本心呢 这本心是什么 本心是 无垢大圣 从来没有染污 从来没有染污 它是无垢 它是大圣 从来是不减 不增不减 无垢大圣啊 愿共众生 同生极乐 所以 这样的一位大菩萨 你看啊 是佛的老师 而且 又是 本师 释迦牟尼佛的老师 文书 代表什么 代表 根本智啊 所以 禅宗开悟 就是先得到这个 根本智 文书 就表示 这个根本智 普贤 普贤就代表 这个差别智 你得了根本智 你还要度众生 要知道 种种的行动 种种的救度 众生 有种种的根气 你就有 种种的药啊 种种的病 你有 种种的药 应当 应病 给药 这都 需要智慧吗 你这个药 投错了 你不但 不治病 你杀人 用一杀人呢 所以现在 说法 很难呢 关系 人的会命 这不是 一个死的 你比方说 你着凉了 你这个 是中了寒了 你就给他 吃一点热药 吃一点 姜汤 你已经 在上火 你去吃补药 这个废居士 他这已经 有火 他吃 那个生脉饮 吐血了 这不是说 是人参 就谁吃 都好的 医生一看 你坏了 你吃生脉饮 吃错了 所以 这就叫 差别制啊 文书 代表根本制 你有根本制 在产生 差别制 有这样的大制 愿共众生 同生 极乐 刚才 我念的 那个普贤菩萨 求生的记字 是七个字 一句 四句 到文书这儿 愿我命中时 他把七个字 变成五个字一句 愿我命中时 灭除诸障碍 面见阿弥陀 往生 安乐 差 四句 内容 完全一样 但是 字词 稍微 有点变化 七言 变成五言呢 而且 在文书 《般若经》 讲到 一行三昧呀 这是文书 所特别提出的 一行三昧 就做这一件事 就可以入三昧呀 这个 一行三昧 就是 细心 一佛 专称 名号 你把心 就集中在 一个佛的身上 专称 这一个佛的名号 集于 念中 得见 弥陀 他原来的 是得见 彼佛呀 我们这里 既然是念 就都是 念得弥陀了 这当然 得见 弥陀了 这个就是说 他一行三昧里头 这 就是文书 他这个 一行三昧 完全都是 正是 咱们称明念佛 往生 同样的主张 而且 是细心 在一个佛上 就在 阿弥陀佛上 你连 本师 释迦牟尼佛 都不用念了 你念佛 干什么 你不用观想 不用 干什么 你只要 称名号 就这样 就够了 你就在念中 在你念念之中 就自然而然 见到 彼佛了 这是 一行三昧呀 它是 了不起的 三昧 大致 红身呢 这一行三昧 这是 殊胜的智慧呀 所以 没有 殊胜的智慧 你不能相信 这样的事情 这么殊胜的果实 就这么简单 你念一个名字 就能成功啊 所谓 这种怀疑 就属于 情剑了 情剑之中 在情剑之中 世间 常识中 没有这样的事情啊 所以 现在就是 我们这个 都是 打破 常规呀 这一拜 是 文书 施力 菩萨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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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ampai jumpa di video selanjutnya Sampai jumpa di video selanjutnya Sampai jumpa. Sampai jumpa.